各位朋友你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一期和大家聊一聊 学编曲需不需要会乐器 这个问题可能困扰到了很多 准备进入编曲学习的一些朋友们 他可能会说 我不会弹吉他 我不会弹钢琴 那我怎么去编曲 其实现代的编曲 特别是用电脑去编曲的话 会弹吉他 会弹钢琴 或者你会其他的某一个乐器 是对你编曲的一个加分项 特别是键盘类的乐器 在后期会大大的增加你编曲的效率 但并不是说不会弹钢琴 就不会编曲 就拿我本人来说 其实我键盘弹得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我们在编曲软件当中 输入的是MIDI信号 这些速度是可以改的 所以你键盘不需要太好 假设我们这首歌的速度是128 那么我可以把它放慢到64 甚至32去弹 弹完了以后 MIDI信号已经输入到电脑里以后 我们再去改变它的速度 这是我常用的一些方式 对于那些完全不会弹键盘的朋友 你也可以用鼠标去输入 在我周围职业做音乐的朋友 也有不少是纯粹的鼠标党 甚至他会弹钢琴 他都懒得去弹 而是一台笔记本 一个鼠标躺在沙发上 就可以去编了 会不会乐器 不是阻碍你去学习编曲的一个理由 如果你看过上两期视频的话 我其中一直在说 一个叫循序渐进 还有一个叫做平行学习 什么叫平行学习 你不要等着乐理学完了 再去学软件 或者软件学完了再去学乐理 这个是同时进行的 你今天可以拿半个小时 来学习软件的操作 拿半个小时来学习键盘的弹奏 拿半个小时来学习乐理 这三者是平行进行的 有人会说我有我的工作 我每天拿不出这么长时间来 那你每天拿15分钟 来学习弹琴 拿15分钟来学习乐理 拿15分钟来学习软件操作 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 可以解开键盘和编曲之间的关系 弹奏键盘的能力 是编曲的充分条件 但并不是它的必要条件 我还是要强调那一点 如果你是个初学者 你刚刚开始学习编曲 那么一台还不错的电脑就够了 有任何问题给我留言